第四十三題,四十三題乘第四十二題題組的題幹 在迅速之後,第四十三題問 自沸騰的水中取出山球 分別放入三杯質量相等 溫度皆為二十度C的冷水中 不計熱量散失 達熱平衡時山球的溫度高低順序為何 那麼我們曉得 同樣質量的情況之下 比熱越大的溫度越不容易改變 比熱越小的溫度越容易改變 這個題目裡面,鋁的比熱最大 溫度最不容易改變 所以他降溫最少 最後的末溫最高 而金的比熱最小 所以溫度最容易改變 所以降溫最多 最後的末溫最低 所以最後的末溫的高低應該是鋁球 大於銅球,大於金球 這是因為比熱的關係 所以第四十三題問我們說 不計熱量散失 達熱平衡時山球的溫度高低 順序為何 我們答案選擇是B 鋁球大於銅球大於金球